還有一些可以分享,永仔先生,他整個程度都是綁著我的 因為他不會怎樣說話,訪問就訪問,訪問一些空浪時間又帶他到處去看東西 第一個,他那個是怎樣用心呢? 他不是真的,有些是我的偏見,就是打工的人很多都是,即時但交到貨就算了 永仔先生怎樣有心法呢? 第一個,職員是不舒服來不了,職場應變 已經是安排了井上海男子,Kanako給我訪問 其他他整個設定的安排都很好 因為現在HKTVMORE可以賣的是麵包,應該是四款麵包和麵包 五款而已,是麵包為主 但他叫其他人去做訪問,安排訪問時 是PASTA,即是闊條麵和油麵兩個都花很多功夫做的 因為二爹先生,他現在正在改良PASTA和麵包都有做的 即是看了很多飯,他親手下廚去做 麵包又去做那個介紹怎樣吃 我已經跟他說過 中途和永正先生說過 這裏有一個,不好意思,中途,這裏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中途拆一拆一拆,進來這裏 就是麵包 BASED BREAD 那就是 那些人去買的話 那我說了,宣傳的那個 做法呢,譬如我收了你的錢幾個宣傳 譬如買的幾多個 幾多百個,幾多千個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是要保持著吃的 吃一個,我覺得可以了,很好吃,拜拜 或者吃完之後,拜拜 不太好吃,拜拜 這些呢,對於他們來說是沒有用的 對於他們的公司,BASED FOOD這家公司來說是沒有用的 他們最想做的那件事 是 給你吃完之後 你已經是 保持著要吃的 一個星期一個 因為這個 商品的意思 不是給你享受一件美美的東西 可能有這個 元素,但不是那麼高的 最高的就是 全麥麵包之餘有很多營養 保持著吃 可以補充身體的營養 保持著健康之餘 全麵包有些食物纖維 外面小麥的食物纖維 包著裡面的碳水化合物 只要是碳水化合物的話 吃到肚子上 這個應該是大概20年前以上 之前已經說的GI值會突然之間飆升 血糖飆升 如果食物纖維混在一起的話 可以降低脂肺值上升的速度 血糖飆升那麼快 飲食配合得好的 有減肥的作用 可以期待有減肥的作用 不要吃那麼肥 未必是減肥的 可能吃同樣的量 就不會越來越肥 要配合整個 飲食的習慣 才可以做到這個 當然不是只吃麵包 當然是 這件事是保持著吃的 一個星期一次 可能買完之後吃得OK 就一個星期一個 可能吃一會吃 覺得沒問題 加上去 可能找到自己一個 適合自己的數量 就保持著去買 這是最重要的 他們公司的策略之餘 因為他們公司為何要採取這個策略 就是那個食物 就是這樣去發揮的用途 去選擇這個食物 這是互相有關係的 公司的策略 以及食物本身的特點 賣點 應該是貼在一起的 H&E TV MOVE 首先 沒有訂閱 沒有像日本Amazon 香港的點子 我不太清楚 就掌握得到 日本Amazon 有些東西是日常用品 例如紙巾也好 或者是水 汽水 食品 可以選擇的 一個月來多少個 兩個月來多少個 Amazon已經有這件事 可以做到的了 然後 BaseFood 自己官方的網頁 也是有這件事的 一開始已經是 繼續Course 一個月 你可以選擇多少個都可以 再算錢 買滿2400日圓以上 就可以繼續寄來 不用經常搞 中途加減也沒問題 是繼續做這件事 只是買一個 有 當時 買他們的東西 他們不會抗拒 不過 不大作用 所以 這也是拒絕業配的原因之外 都是想 不如 去 給香港人 去 認識做什麼是BaseFood 這家公司什麼是 他在做什麼 完全營養主食 完全營養主食 是什麼 你這家公司 下了什麼 心血 在那裏 是真的有 在做的那些人 去介紹 真的出場 去告訴 觀眾 好過我坐在家 這個BaseFood 你試吧 一個 十四個多港幣 在HKTV Mall 買到的 日本直送過來的 這不是重點 重點 是保持著要吃 這是日本 如果說完這件事 跟永永先生說完之後 他已經是 沒什麼特別的 OK 介紹 敷條麵 右面 曲奇 餅也介紹 一起 因為 因為 香港還沒得買 去日本當然 雖然 好賣 或者永永先生 不是太清楚 香港人 是多瘋狂 去日本那件事 或者去不到的話 在網上 不知道怎樣 代購也好 什麼都好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他可能不是特別理解 這件事 所以他很著重 要 去推 HKTV Mall 裡面的銷量 這件事 我跟他是有一個 大家互相理解 不是太過理解對方 或者 最想做的事 不是100% match 有些 刷身而過的 feel 我就覺得 HKTV Mall 可以賣到 最好 但這個未必是一個 最 優先要做的事 他都沒有反對 不行 我只是買麵包 你只是介紹麵包 你不要叫我的人 去做那麼多事 別人也要做事 那時仍然是11月 但差不多近年尾 他都告訴我 近年尾 要快點安排 做這件事 他又介紹 是 右面 右面他做了幾個 我問他拉麵 能否做到 即時 耳爹先生 做了拉麵包 沒有出聲 即時轉身 挺帥 即時轉身 讓他 拿材料出來 怎樣去教湯 怎樣去做麵 又可以 做些配料 就不要把麵 掛麵那麼寡 立刻做些事 全部都沒有問過任何一句話 沒有字枝接折 沒有在這 眼瞇瞇瞇 即時做 我 覺得 多口 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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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去開雪櫃 拉麵 拉麵 立刻去開雪櫃 打爛陣 哇 桌面 有三文治 漢堡包 然後有蠔油 拌麵 應該放在這裡 幸好 Chipy Chipy 拿走了漢堡包 幫我吃了一件事 都好 吃不完 還有一件事 我看到 二爹先生 和泳姐先生 應該有夾過 就是 是 高崎餅 因為高崎餅 如果這樣開出來 吃的話 很不知做甚麼 很奇怪的事 因為我已經不斷跟他說 你不要叫我 在自己的房間 我自己的房間 在這個位置 你不要叫我去開 高崎餅吃 吃完之後 嘩 好香椰子味呀 喂 你嘗嘗 我不斷叫他 你不要叫我做這件事 我不收你錢 我怕了你 不收你錢 你不要叫我做這件事 他就知道 他笑得了 高崎餅怎麼辦呢 高崎餅又臨急臨亡 又怎樣去arrange 那件事 怎樣去做這件事 我想過了 因為 和時間關係 還有生理上的材料 有很多要考慮 因為 叫了一個 比較新入職的人 應該暗瓦底 應該這樣 咬耳仔 是不是叫咬耳仔 我看不到咬耳仔的場面 然後 在我拍攝 二爹先生在做東西 他走開了一旁 我突然看一看一旁 讓新入職的人 遞了一個 雪糕給 二爹先生 找你拿雪糕給他 不小心 拿到 這就是為什麼呢 永景先生 或者二爹先生 在中途 叫那個 新入職 我不想用 這個字 新入職的職員 你不如去附近的便利店 買個雪糕來 幫忙 去做一個 曲奇餅的 雪糕 職員就去買回來 剛剛買回來那一刻 遞了給二爹先生 二爹先生 他們呢 他遞了 他不是遮住的 他 很奇怪 那個位置 所以一定是 不想讓我看到 不想讓我看到 那個場面 但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 看到了 我覺得 不好意思 我不會看到你的情況 我沒有吹聲 我見到之後 假裝 拉過 這樣看 拉過 然後繼續吃 蠔油拉麵 蠔油撈麵 哈哈 然後他在做那個 曲奇餅那樣 曲奇餅的那個雪糕 是OK的 因為 曲奇餅本身 是淡口一點 每天都說了那句 這個 Base Cookies 也是有很多營養 減糖 又是用 那個概念 那個concept 是跟回公司 不甜的 那麽不甜的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比較甜 因為我在影片講過 我家裏沒有糖 沒有砂糖 調味料 我吃完之後 剛剛好 我覺得OK 再淡一點也OK 不過算OK 他做完 他真心 就算覺得 那樣東西 不是那麼漂亮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就這樣做曲奇 混在雪糕上 混在雪糕上 但是 可以提得出 就算是這樣 他都叫人 去買一個雪糕回來 然後他去做 我看他在做雪糕的時候 那些雪糕是沒有用的 那意思是什麼 他有準備過 那個盤 雪到 冰的 那樣 他去做 混在雪糕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用 是全部東西 是觀察的話 是感覺到他們 真心 堅抽 想做這件事 香港沒得賣 但是不要緊 你來試吃吧 我做給你吧 那我 是 感覺到他這件事 我當場上感覺到 所以就算是曲奇餅 我如何去砌得 好一點呢 尤其是這件事最棒的就是沒有金錢上的交易 最棒的就是 他叫我做我可以不做 我想做 這個就是 我做的話 有一個message 我不是因為收了錢 就要去做 沒有的 我覺得是好的 我才介紹給你 這個 整件事 得出來的結果 我覺得是很好 雖然那個 播放次數 不高 其實我也覺得 這個播放次數 未必那麼高 因為我平時都不是介紹 吃東西的公司 都是 不是經常介紹 譬如上一次介紹公司 應該是JL JL 那麼爆 全香港人都知道 JL 日本航空這間公司 播放次數 四萬多 不知道這次 如果插水怎麼辦 其實我也很害怕 不過不要緊 因為 就算看完之後 我覺得 看完 但沒有 沒有 行動 的衝動 其實看不看 未必是最重要 對於 他們來說 對於我來說 又不要說不重要 想著很帥 看不看 滑臭 當然想多些人看 因為這麼辛苦 做了很久 比平時的影片 多一倍時間 打字幕 日文字幕 都要打 做了很多功夫 但我大概收到我想要的東西 我真的去那間公司 體驗了那麼多東西 所以 經驗 經驗 去那個地方 聽他們的說話 看到他們的做事方式 我 改觀 我對 上班的人 打工的人 有一點改觀 因為我之前找公司 好像說人家壞話 那個印象不一樣 我看到他們 不是大公司 不是大企業 做了剛剛上市 還要是 這樣 原來那些世衛 他們都是 好 好著重 我這樣 OK 我看到你誠意 我本身 見到誠意 就更加想去做好那件事 我祈求 KTV 賣不到 不是說沒有所謂 賣不到那麼多也沒辦法 大家去日本的時候 買完之後回來吃 你不如在IG上 Post出來 Facebook Post出來的時候 加個Tag 去告訴大家 或者 怎樣呢 在文章裏面 介紹一下 看過 Kevin介紹過 Basefoot 所以才去試 試完之後覺得OK 或者有什麼感想 覺得 可能香港人的口味 可能不太適合 怎樣 有什麼意見 試過之後 可以給他們 我覺得都OK 你怎麼Tag 我不知道怎樣Tag Basefoot HK Basefoot HK 都可以Tag 如果是IG的話 這個我 我想過 不過這件事是要配合得很 很 周密才能做到的東西 因為 我問過永正先生 他也有很多東西要安排 大家的自由 大家去做的話 沒什麼所謂 你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錯的 OK 去到 去那個 那個 講完的熱配 這個是Basefoot的熱配 這個是Basefoot的熱配 我拒絕了 然後怎樣呢 作為一個 你們認為Youtuber 我從來不覺得我自己是Youtuber 我覺得是 我 製造一些影片 放上Youtube Youtube是其中一個 媒體的媒體 我覺得 Youtuber好像不 我覺得 別人這樣叫 你是Youtuber 我覺得 周密不聚財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就不要緊 我想說 Youtube是其中一個階段 對於我來說 我想 將我現在做的事 我看不見現在的 時勢 就是Youtube多人看 我便利用自己的優勢 我在日本這個優勢 以及我喜歡日本的文化 或者好的東西 有價值的東西 是介紹給香港人的 我是用這兩個 將這兩個 把這兩個影片 放在Youtube 給大家看 這個是 暫時 是最 最好 最有效率的做法 之後 Youtube 可能會衰退 或者大家 由Youtube轉去看其他東西 比如TikTok也好 或者其他的 媒體 沒有Youtube這件事 我當然會想 如果沒有這件事 我會怎樣呢 我會知道有這個風險 但是 我不會說 我要在Youtube有生之年 在Youtube有生之年 不斷地在那裏 在那裏 儲多錢 才算 我又沒有這樣想 因為我有打算 我覺得我正在做的事 轉型去下一個 去下一個 我覺得不是那麼高難度 我會不會做的 那個想法就是 嗯 嗯 就是 我可以儲 例如最深日本 這個 我當作是一個 brand 就算不是Youtube 在其他 媒體上 都可以有 這件事 首先這個可以 轉型 未必是Youtube 現在最好的Youtube 之後可以 轉 還有 現在的東西 可以儲 他會帶到下一個步驟 我覺得比較困難 例如 吹水那一批 吹水 逛街 繞個圈 這裡有開一間新鋪 或者上次來這間鋪 撿了一粒 上次來這間鋪 還有的 現在撿了一粒 這些東西 或者是 像上次那段影片 小背心 吃辣麵 這樣 這些是 在Youtube上一定的 播放次數 但是 為何 將這件事 作為一個 資產 帶到下一個步驟 是不是比較困難 我覺得 我會這樣想 吹水 吹水 或者閒談 根本 真的是 酷著粉絲 對你的人 是有興趣 就繼續 這個人 當然是有興趣才會有粉絲 這個人是有興趣才會有粉絲 是有吸引力 才會有粉絲 我覺得 我不是這一瓣 所以我不會選擇 那些 那樣東西 或者是不會太用力去做 可能會試 或者是 有一群 有人 Kavin 這個人又好像挺有趣 追著來看 可能有一群 我不知道 我現在覺得 未發掘到那麼多 我覺得 現在最新的一本 是做得最好 我會繼續用全力去做這件事 所以 就算 我現在不熱配 我現在維持 Face bread Face food 做得好的 好的意思就是 對方是 接受的 對方覺得 今次的採訪是舒服的 得出來的結果 都OK的 可能會連動下一樣東西 可能會介紹一下其他公司 或者讓我去採訪 不熱配 或者熱配 今次不熱配是 真的考慮過才不熱配 不是強硬 我是不熱配的了 你耐我何 我不是那些 我是想過就想過 有機會熱配的話 都可以 都可以嘗試這件事 但是不會強硬 以熱配為先 50萬 先拿了 然後你要什麼片 隨便拍 12分鐘 對出來 不會 這次是13至幾分鐘 他們應該檢查到嘔血 就是這樣 就完成了這件事 首先 Face food 起碼可以先採訪 可能會覺得 OK的 社長 喬本順 又覺得 不如訪問一下 覺得有價值 讓你訪問 可能要採訪 這是其中的可能性 第可能性就是 有新的東西 放上HKTV模式 Pasta也好 或者曲奇 那時候 會不會 有新的 再找我 去做 另一件事呢 或者 另外一些公司 去看到我這段影片 我配日本 日文字幕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我想讓日本人 都會看得到這件事 日本公司也好 或者香港公司也好 或者台灣 什麼都好 公司看得到 就覺得 這個人 介紹 Face food 這個 會介紹得不錯 不如 叫他介紹 我的 產品 介紹 服務 介紹公司 或者介紹 老闆 起碼 有一個 聯繫 有一個 播種 播種後 生得多漂亮 生得多大 這些就不知道了 不過 我覺得 我這次的選擇 做法 是OK的 我覺得是合心意的 雖然 錢方面 我還 負錢 搭車去東京 雖然我之後 就帶去 九州之旅 那裏 我專程出 東京 然後再 去九州之旅 起碼 減低 就不會說 出東京 回來京都 兩程 就是為了一條片 付了很多錢 我覺得付錢 不要緊 有價值就OK了 減低付錢 然後 投資在 九州之旅 九州之旅也學到 雖然 未必是直接訪問 那麼多人 看到的事物都OK的 我覺得這次 熱配 不死了 熱配這件事 這個說法好像不太好 即不盲目地接受 熱配這件事 即去看過 那件事 這個 案件 究竟是應該熱配 如果熱配的話是甚麼形式 或者是不應該熱配 那是甚麼形式 是採訪形式 不是這個時候 是過半年才算 有很多可以 想的 空間 我覺得這次 算是OK 看我2022年 這一年裏 去做那麼多 事 又是2021年年尾 開始 發起 YouTube Channel 達到1萬人 2萬人 3萬人 達到現在 6萬多人 去 去 差不多 總結 我2022年 整個Channel 作為一個 最後一個比較大的 Event 叫做大的 節目 都我覺得是很適合的 以及 如何 發展 到2023年的發展 有沒有更多熱配 或者 未必是熱配 有更多的採訪 有更多不同的公司 日本新的公司 可以去採訪 這個可能是一個 比較 提高 是 可以提高 機會 這個不錯 所以我就專程 去拍這段影片 告訴大家 為何 不熱配 希望 你在 聽到這個 這個案子之後 可能對你平時的 工作生活也好 或者 平常生活也好 或者 會有些得著的話 那就最好了 如果覺得 未必用得到 起碼知道 有一個人 是這麼奇怪的 有熱配也不做 知道這個案子也不錯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